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知道您的儿媳妇为什么会想叫您离婚吗 她不懂事儿 完全是谎言 我不是谎言 我觉得我看不了我婆婆这么痛苦下去 所以我才让她离婚 为什么 我今天把两份协议也带过来了 这个给我自己 不离不离 不离不离不离 必须的 不可能 哎呀不可能 这个事情就是不可能 不离就离 你不离我 高阿姨 高阿姨 高阿姨咱们慢慢说好吗 那一张纸撕了呢 也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 咱们平静一点 今天到这来这么多人 都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的 咱慢慢聊好吗 您的这两份写一书分别是 一份是我婆婆和我公公的 另一份是我和我老公的 那么您的意思是说 想让婆婆二选一 哎对 为什么一定要婆婆离婚吗 我是2004年 10月1号嫁给我老公 现在已经就是说八年了 八年的时间里 我公公就没有管过家里 没有管过我们一家三口 现在我看着我婆婆这么痛苦上去 还不如离婚掉 不是她在撒谎 我爱我丈夫 她不懂事 我不想离婚 邻居啊 就是在村上啊 队上都传遍了 很多人都知道 那么其他人有会像你这样 劝婆婆离婚吗 都劝我婆婆离婚 那为什么婆婆到现在 还这么坚持呢 她就是为了面子嘛 为了维护这个家庭 为了等我 就是公公回来吧 但是我觉得我妈就是说 在自欺欺人 我公公这么多年在外面 都有女人在一起 我妈妈反而不怪她 还要做饭菜 好吃好活的给她吃 吃了我爸爸 反而又走了 就是回来就是为了钱 没有这些事情 她不断是要钱 现在就是回来就是说 家里的东西也会拿出去卖 是吗 对 卖了我婆婆 东地的钱 她也拿去给别的女人花 那你们都知道 她的这些行为了 她怎么面对 你们这些晚辈呢 怎么面对她的这个 为她一起相守的这个妻子呢 她好像就是 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就我婆婆没有感情呢 但是我婆婆啦 就认为有感情 您平时 您平时跟您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我给我婆婆 的关系就是 跟亲妈一样的 对我婆婆也相当的尊敬 而且我这个婆婆 也对我特别好 那么既然关系这么好 而且呢 您婆婆又说 她不想离婚 为什么您还要逼她离婚呢 我不想看我婆婆 再这样痛苦下去 她现在每天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 生活就是说 自己骗自己呗 跟我们也很少沟通 整天到晚从早上 五点多钟就起床 忙到下午六点钟 就是这样子 干活麻痹自己 但是我可能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公共婆婆毕竟是长辈 就算他们要离婚 我觉得也是婆婆 自己提出来比较好 为什么你作为子女 要提出这样一个事情呢 如果我婆婆幸福 我不会去干涉 因为我觉得我婆婆 这样子下去 我还不如叫她离婚离掉 离掉的话 跟我们在一起也很幸福的 她三年两头回来闹 吵得我们小两夫妻 还有那个孙子也不好受 面子也很重要的 那你觉得公共的行为 影响到你们的生活了吗 很影响 那你这样做 知不知道 其实丈夫也很为难呢 知道 那我想问一下 那个高阿姨 你会答应儿媳的请求吗 我不会答应的 我不会 我也不愿意和我丈夫离婚 对您来说 离婚意味着什么 离婚 因为这是一种羞辱 对我们 对我们自己脸上也不光彩 对儿子 媳妇 孙子脸上都不光彩 场上 这对感情深厚的婆媳 为了这个离婚的事情 闹得不可开交 尤其是双方 都还在为对方着想 这更是让人 很揪心 那么 对于那个 既是儿子 又是丈夫的玉涛来说 横根在中间的她 也是非常的烦恼 更何况 牵扯的 还是自己父母的婚姻 那对于你媳妇说 你父亲有一些 不太好的习惯 这事是有还是没有 那你爸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行为 对你现在这个家里造成的影响 现在老婆要跟我离婚 就为了我爸我妈的事 我这样下去 实在不合适 事情次到都要处理的 不能再拖了 对于你媳妇要求你妈和你爸爸离婚这个事情 你是怎么看的 不是我希望让我妈跟我爸离婚的 是那天接了个电话 法院打过来的吧 好像是 我是 起诉我妈 于涛告诉我们 要求父母离婚的并不是自己的媳妇 而是另有妻人 在今年五月中旬 法院曾经打来一个电话 说父亲于心贵上诉离婚 这一举动激怒了自己的妻子 才引发了郭台英 要求婆婆高久文离婚的一幕 于涛觉得这中间肯定有蹊跷 于是准备带着记者一起寻找父亲 以便一探究竟 喂 早了 早了 你在探究吧 没有 没探究啊 当于涛问到于叔叔在哪里的时候 于涛觉得父亲开始闪烁其死 否认他在居住的房屋里 但是为了能够详细地了解父亲的真实意图 于涛还是坚持让我们和他一同前往 在昏暗的灯光下 于涛发现了于叔叔的车 刚才在哪屋真的没了 灯脚没了 嗯 在了呀 车都在了呀 于涛告诉我们 叔叔的屋里有灯还有声音 他非常确定屋子里有两个人 于涛和我们商量 他先上去 我们随后上来 不一会儿 于涛示意我们上去 透过门帘 我们看到于叔叔正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起 看到我们的到来 这个女人立马就准备离开这里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她是于叔叔准备离婚的原因吗 在这个女人离开后 于叔叔很快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诉讼书 学校我这打电话来 我来的几十照片都没找到你 你来的主角 我说没有了 他没来找过你 他没来找过 你啥时候 他带你来商务的 他带你来商务的 带你来商务的 他说有个目的行动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肯定他有个目的行动 那个电话是法院打的 肯定发现是个 这是个心慌 为啥只让学两下 不想跟他们搞一次 没可能会有个专业吧 单单的会有个专业 是不是啊 原来大门的钥匙 我会记得经门 现在会记得经门 换锁了 换锁了 换锁的意思是什么 不让个经门嘛 不是你不想回家 不是我不想回家 他们不让回家 如果还有其他选择 没啥选择 已经给了五年了 也可以说 我还找了一个 也得被法院处理的问题 以处理给了结婚 通过和于叔叔 几个小时的交谈 似乎在这家矛盾当中 有很多的误会和隔阂 那么究竟于叔叔 是因为和家人不合 而选择离婚 还是因为在外面 有了新的感情 才选择离婚呢 而就在现场 一直观看这段场外调解的高秀文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 向我们哭诉了 这些年丈夫于心贵的 所作所为 我们家本身是一个群 没有钱的一个家庭 我想到我们十几年 我们共同敞过来了 最后 最后 最后他跟着一个 跟着一个女 他把家里 他挣了钱 地里卖了菜的钱 所有的钱 跟着女人在一起吃喝享受 家里没有一份钱 我三番五四的 一次一次把他挽救 我都挽救不回来 而结婚的时候实在是没有 没有钱 结婚的那一千 把我们家里人的丢光丢尽了 欠了人家 很多的账 几个人跑到我们家里 那个女的把她东西 钱财 全部遗憾 给她转光了 此时此刻的高秀文 再也绷不住了 面对丈夫无情的离婚起诉 她再也无法自欺欺人 她无法理解 明明是丈夫对不起她在先 为什么到如今 丈夫还要倒打一耙呢 在委屈的泪水泥后 事情的原委究竟是什么呢